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636回 安墨同样的在暗中观察着新王 这新王的话并不多 作风老练 实力呢 他也看不透 这令他感到很是惊讶 安墨身为四民主之一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实力呢 那是仅次于明王的 却是四民主之首 因为他是四位民主之中啊 唯一接受过老明王指点的民主 他为人低调 不喜欢争斗 便是其他三位民主 也并不知道他的深浅 但就是想到他这个地步 竟然说也看不透新王的深浅的 这让他凛然之余 也是信心大增 看到了王上陷入了思考 他没有出声 暗中的寻查了起来 毕竟他们只有一千人 鬼知道那些狗急跳墙的势力 会不会铤而走险呢 小心 反正是无大错 阿末 阿末吩咐下去 让探少扩大探查的范围 忽然 他神色一紧低喝力声 准备战斗 周围的部署呢 立刻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阿末的目光望向了西北方 刚才那个荒卫的探少 传来了警报 有一只战步啊 正在靠近 速度惊人 很快的探少 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探少 做了一个准备战斗的手势 便在空中的 划出了一个弧线 没入后阵之中 远处天空 出现了一群小黑点 这小黑点啊 来势极快 几乎眨眼之间的 就冲到了众人的面前 阿末 神色一领 精锐啊 他的目光比其他人更强 看得更清楚 这只战步 看上去吧 队形散漫 可实际上呢 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 十分合适的距离 而且 这显然是一只 长时间成型的战步 队员之间呢 那是极为的默契的 每一位队员 看似随心所欲的变化位置 带着他的队友呢 则会下意识地替他补位 这种本能的补位 以惊人的速度 在队伍之间传递着 看上去 这只战步 就像是一滩流动的水银 水银血地 为首的战将 面色刚毅 远远观之 阿末都能够感受到一股 骁勇凶悍之事 之迎面扑来 阿末压力陡然大增 他的面色凝重 这要不是亲眼所见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 竟然有魔族战将 能够打造出一只 如此细腻 变换不定的战步 修着战步 队形严整 十分讲究战阵 只有妖族战步 才会有如此细腻 变换不定的队形 魔族战步 更是不讲究队形了 只要说战将 能够汇集部署之力 就可以了 正因为如此 魔族战步呢 是三族战步之中 队形最散乱的 可是 眼前的这只战步 完全颠覆了 阿末的常识 什么时候明镜 有了一只 这么古怪的队伍呢 对方并没有 丝毫减缩 静止冲来 越到尽出 对方队形那种 犹如水银滚动的 冲击感 就越发的强烈 一些心理素质稍差的 部署 下意识的 准备反击了 阿末 神色异冷 他心中 所有的杂念 都抛着脑后 只要说 对方一进入 他们的攻击范围 他便会毫不犹豫的 给对方迎头中击 没有人可以在 他的面前撒野的 就在此时 眼前的这只 古怪的战步 突然就仿佛 违背常识一般 完全无视惯性的 骤然停止了 那种古怪的感觉 几乎让人难受的 像吐血了 阿末死死的 压住了自己的手 他险些 就要发起攻击 心脏猛的一跳 好厉害的战将啊 对方 显然说 已经看穿了 他的攻击范围了 看看抵达 他的攻击范围外缘 阿末第一次 遇到如此厉害的战将 虽然说 双方还并没有交手 但他呢 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风声速杀寂了 鸦雀无声 尾首的那位大将 猛的翻身下机 哗啦 战步 所有的人都翻身 从摩棋上下来了 动作呢 是整齐画一 队伍从中分开 走出了一位妖族 走到尾首大将的身旁 两人并排呢 面对阿末战步的方向 怎么 难道说 阿末的脑海当中 刚闪过了一个念头 眼角的余光 已经瞥见王上 越中而出 来到了阵前 两个人看到了 左墨 激动无比 但是两个人呢 同时 躬身行礼 两位 两位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肃然 费雷 费雷也是强忍激动 是王之号角 前来护佑吾王 两人一口铜声 悚然成贺 如同宣誓一般 庄严肃穆的画音 在空旷的荒野上 远远的传开了 吾王在上 数千人 整齐地高呼着 如雷霆一般 并整个荒原 都在震颤着 每个人都是 激动莫名 他们眼中 闪过亢奋和狂热激动 十年 十年了呀 他们终于 可以喊出这句话了 许多人 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他们想起了 当年费雷 在偏僻的深山当中 找到他们 告诉他们 其实祖先 那是何等的荣耀 想起他们 像一群叫花子一样 衣衫褴褛 长途跋涉 来到他们营地 可是呢 他们却打起了 王之号角 这样让他们看上去 像一个笑话 一样的名字 想起他们 为了能够让梁维满意 每个人不知道 脱了几层皮 才知道 什么叫做战步 想起了十年来 越来越渺茫的等待 明明四处 劫掠 维持生存 他们却固执的 像傻子一样 一遍遍地催眠自己 他们并不是一群盗匪 他们 是一只 有信仰的战步 他们并没有见过左墨 他们甚至于呢 不知道左墨长什么样 但是 他们每个人 从第一天开始 就被告知 他们将为这样一个人而战 为王而战 重拾那原始的荣耀 这就是他们的信念 那个在脑海当中 出现过无数次的虚幻的身影 终于在他们的面前 清晰了起来 他们所有的信念 一下子就变得 真实可以触摸了 他们不是傻子 他们不是盗匪 他们是王之号角 是一只 有信仰的战步 他们注定 必将拥有属于他们的荣耀 左墨看着眼前的这只战步 他的心情是激荡莫名 普妖和魏的布置 他是知道一些的 就只有梁威和费雷 这两个名字就清楚了 他其实本来啊 是对这只战步 不抱任何希望的 在杳无音讯之下 坚守十年 左墨很清楚 这需要多么艰难的忍耐啊 当他在仆仆战将之家 遇到梁威的时候 他心目中的惊讶和感动 可想而知 望着这一张张面孔 他控制着自己的怀疑 庄严地许下了自己的诺言 你我同在 不离不弃 回应他的是 神崩海啸的奇声高呼 王在下 安末的战步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忽然之间 安末意识到一个之前呢 连他也忽视了的问题 王上并不像外面讨论的那般 没有根基 因为他不仅是明王 还是 墨云海之王 王自己所拥有的力量 就足以呢 与明镜相抗衡了 安末 也突然明白过来了 为什么老明王会对新王 如此放心 如此信心十足 倘若说 左末帅 莫云海 攻占明镜 那自然会引起 全明镜各势力的反抗的 可是 他以指点击人者的身份 统治明镜 那就没有人能够抗衡他了 他太强大了 甚至于呢 比当年老明王还要强大 那些反对者 只不过是堂壁挡车 他忽然有些恶气味 若是那些人知道 王上还是墨云海之王的时候 他们会是一个什么反应呢 可真让人期待啊 有了王之号角的随行 安全性立刻大增 安末不相信明镜 有谁能够同时对付 他和梁威费雷 不过 他的心中有些奇怪 因为梁威费雷 这两个名字 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他只知道公孙的朱雀营 和别寒的涅布 难道说 墨云海真的强大到了 这种地步吗 随便的拿出两个人 一直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战步 都会这么厉害吗 更是强入安末 也是心里边有些发虚了 左墨倒并不知道 安末的想法 他和梁威费雷 交谈了许久 才知道这些年 他们过的是何等的艰难 有了护卫力量 让左墨呢 完全不需要有半点的担心了 他决定趁路上这段时间 解决另一个 他处心积虑 思考了十年的问题 那就是 结旧不忧何谓 左墨的心神沉入体内 黑色的墓碑 孤零零的漂浮在太阳树的上方西空 看着眼前的黑色墨碑 琢磨在心中 一阵激动 啊 自己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那个肆意张狂 而又协意凛冽的仆妖 那个像老太婆一样 嘴色一脸温和 其实腹黑得很得胃 他们伴随着自己一路成长 他们尽心尽力的 给予了他各种帮助 虽然说不要嘴上 喜欢对他各种嘲笑鄙视 十年啊 为了他争取一丝生机 两个人付出了被禁锢的代价 放心吧 我来了 左墨在心中 对自己轻轻的说道 他的手伸向了墓碑 墓碑猛的产生了强大的抗烈 黑色的烟雾喷涌而出 以惊人的速度 相似着扩散 左墨的神色不动 体内恢复生机的太阳术 释放着淡淡的金光 这金光啊 叹似淡薄 却异常的强大 黑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消融着 暗金珠消失不见 他已经被左墨 完全的吸收了 痊愈的左墨 体内的太阳术 不仅恢复了生机 而且吸收了远古太阳部落 强者的精血 他结出了三颗太阳 三颗太阳啊 源源不断的在释放神力 新生的神力比起以前 那要不知道精纯多少倍了 这才是真正的神级神力啊 十年的时间之内 左墨不断的尝试过 但是每一次呢 都拿那些诡异的黑烟 没有半点的办法 这些黑烟代表着 誓言献祭的力量 很难对付 左墨尝试用太阳神火炼化 但是并没有效果 现在的左墨呢 光用神力 便能够压制墓碑 喷出来的黑烟 黑烟不断的在喷涌着 不断的在消融着 整个过程呢 持续了整整 一天一夜 墨碑 终于不再喷出黑烟了 墨碑的黑烟 似乎也变淡了一些 左墨的手 终于摸上了墨碑 冷冷的触感 从指尖传来 忽然左墨 这些一股 奇大无比的力量传来 把他在墨碑里扯去 左墨并没有抗拒 他指尖的眼前一花 周围的世界 就变了模样 灰色的荒野 一眼就望不到尽头啊 荒野上 铸立着一个又一个的祭坛 每处祭坛的中间 都立着一根柱子 每根柱子都雕刻着一张脸谱 有的张着血盆大口 有的微音速目 有的血已阴冷 脸谱雕刻得十分穿神 营绕着某种难言的力量 更让人背脊发冷的是 这些脸谱啊 竟然是活的 他们的眼睛 随着左墨的转动 而在转动着 他们的表情 不时的蠕动变化 左墨的脸色很难看 每张脸谱里 都拘尽着一个魂魄 放眼望起 一个个祭坛 连绵不绝 这个诡异的墓碑里 究竟拘尽了多少魂魄呢 左墨的速度加快 他四下搜寻 寻找着扑腰和魏的波动 然而连续飞行了五天五夜 左墨呢 依然没有找到扑腰和魏的波动 眼前的祭坛 还是望不到尽头啊 左墨并没有停止 他继续的朝前飞行 直到第三天 他才停了下来 面前的两处祭坛并排一起 两根柱子上的两张脸谱 左墨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扑腰和魏 好久不见了 左墨喃喃自语 眼眶都有一些失认了 两张脸谱剧烈的在变换着 他们仿佛受到了极大的痛苦 左墨深吸了一口气 不再迟疑 他走到了其中一根柱子前 手搭上了柱子 他的手刚一搭上柱子 耳畔便响起来如同 山崩海啸一般的尖叫之声 这些尖叫声当中 云而含着无比的痛苦和绝望 若是定力稍差 此时眼前已经是幻象丛生了 而左墨呢 却充耳不闻 他目光坚定 一里太阳神火 沿着他的手指缠绕上了祭坛柱 祭坛柱立刻就燃烧了起来 祭坛柱表面的一层 如同冰雪一般迅速融化 紧接着第二层第三层 黑一层接一层 就像剥洋葱一般 左墨体内的神力 在不断地消耗着 然而他太阳神术上的三颗太阳 光芒却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仿佛无情无尽般 源源不断地在释放着精纯 无比的神力 左墨专注无比 他浑然不知 时间的流逝 吃着一声 第八十一层 柱子轰然崩碎成了无数粉末微尘 泯灭在西空当中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黑色的身影冲飘而起 哈哈哈哈 我服药 又回来了 鱼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六百三十七回 请不吝点赞订阅